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学习一下Penzen IDRE的使用 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关于IDRE的启动和退出 那么再介绍一下这个工具的界面和怎样用 首先呢我们先来打开这个IDRE 单击开始菜单中找到程序下已经安装好的Penzen 2.6下的这个IDRE 单击鼠标左键就启动起来了 好我们看到的这个Penzen Soil这个窗口就是主窗口 也是用来是进行命令行调用的主窗口 跟用户产生交互绘画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窗口上方呢 是关于这个Penzen的2.6.5的一些版本信息 那么下面呢有三个大预号 从这个三个大预号的提示符下面呢 就可以跟这个系统进行交互的对话 我们在这里可以输入代码 然后马上就可以运行 在最上方呢 还有这些菜单菜单呢有几组关于文件的文件下呢 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可以打开旧的文件 还可以这个进行打开模块或者浏览以及保存等等 第二组呢是编辑的 编辑的有些常规的一些上一步下一步 剪切复制粘贴以及查找等等 第三组呢就是关于这个命令的执行 第四个呢是调试 第八个 第八个下呢又可以转到某一行或者某一个文件 或者是递八个进行调试 对赞的这个显示等等 第五个菜单呢就是关于选项的 主要是我们这个IDRE的配置 打开这个Configure呢会打开IDRE的设置对话框 那么这里呢有关于这个字体的高亮的键盘 以及常规的一些设置 再来看第四组 第四组菜单呢就是这个窗口的菜单 窗口的设置 有还有帮助 那我们在这个主窗口当中呢 就可以输入一些这个Penson的命令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行对两个 输入一个表达式进行计算 比如说用35乘20 一敲回车就会计算出来结果 35乘20的结果呢是700 那我们也可以求几次方 比如说100输入两个信号 100的三次方 得到的结果呢就是1后面6个0 IDRE这个开发工具呢 还可以使用友好的菜单 配合键盘的快捷键进行大多数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需要创建或编写一个原文件 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文本编辑窗口 在这个组窗口中 点击文件下的这个下拉菜单 选择新键Window 或者是快捷菜单的按Ctrl加N 比如说这就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文本编辑窗口 我可以把它关掉 再重新来 按Ctrl加N 就是快捷方式 这就打开了一个新的文件 在这个新的编辑窗口中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书写 书写Penzen的程序代码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先准备一个变量 叫做VAR 负一个整数叫做99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下面呢 先定义一个函数 叫DF 碰格 然后ABC 括号冒号 那么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先把这个外面的VAR引用过来 LGLOBALVAR 然后在下面呢 我们对这个上面的VAR这个变量 进行加1 VAR加等于1 然后接下来在下方呢 再写一个测试的方法 这叫做TEST 括号 冒号 在测试的方法里面 先打印这个原始的VAR 原始的最初的VAR呢 没有调用ABC 它是等于99的 我们先 我们先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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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格 先打印这个VAR 回车 那么接下来在下一行 我们就去调用一下ABC ABC 括号 然后再打印 然后再打印 要用完ABC以后 再打印一下这个VAR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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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好 就这个样子了 好 我们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点击这个新的文件编辑这个窗口上的文件菜单下的保存 那也可以按Ctrl 加S 按下去以后 就会弹出一个另存为的这个对话框 我们默认呢 就是我们的Print 26的这个保存的路径 就是文件安 这个程序安装的路径 程序安装的路径 默认在C盘的根目录下 叫做Print 那你可以把它就放到这里 也可以自己选择一个位置存放 这个文件名呢 自己取名字 叫 我的第一个Print文件 MyPython 那要注意 这个保存的时候呢 这个Print的文件的扩展名是Py 那我们就 敲上扩展名点Py 然后单击保存 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去运行 运行的方式呢 就是先点击我们这个文件菜单下 就是文本编辑窗口下的菜单中的运行 在运行的菜单下 有这个运行模块 也就是F5 那首先呢 先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菜单 或者直接NF5都可以的 那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回到主窗口中 引用了我们这个模块 那么接下来呢 那就可以调用TEST 就是我们那个文件 Panther文件里面的那个方法 回车 一敲 调用方法的时候 加上一对小括号 一敲回车呢 就显示出来 第一个变量 初始的时候是99 看我们这代码 初始的时候 这变量VR等于99 这是在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直接打印的它 就等于99 第一次输出 那么接下来呢 又去调用了ADC 这个方法 在ADC的方法里 我们对这个VR 就加上了一个1 所以 第三行的调用的打印呢 就显示出来100 这就是这个 这个开发工具的 基本的使用 那么在主窗口当中呢 也可以再自行其他的命令 例如我们可以先导入这个SYS 就是标准库里的SYS模块 IMPORTSYS 导入完模块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列出来这个SYS模块里面 都有什么可以用 说一个DIR函数 破号 破号里面呢 就是哪一个地项 我们就要看SYS 破号 去回车就能看到有这么多的这个信息 另外呢 如果我们对这个IDRE的字体和颜色不满意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自己去改变IDRE的字体颜色 那么还是在菜单中 找到这个选项下的配置 在这里打开 比如说字体 我们想换一种字体 就可以从这个第一个选项卡中设置 从这里面呢 会找到系统上安装的一种字体 那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先 找一种字体 每一种字体呢 都会对应在下面呢 有预览的方式给我们显示出来 比如说我们就选一种 从里面随便选一个字体 选择这种字体 这一字体呢就比较粗 也可以再换 那么选完了字体以后 下面呢还可以改变字号 比如说字号呢 我们想调的稍大一点 那就把这个点击这个 size后面的按钮 这里呢有这个选项 我们可以从中选择 选择稍大一点 比如说13 就这么大 下面显示出来这个效果 如果想要加粗的话 就可以把后面的这个border设置上 就是加粗 右侧的呢就是设置这个 Penson的这个 塑进的空格 是多少个 设置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点OK 或者是应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设为OK 那我们的字体呢就都变了 变得稍大了一些 我们还可以再把它改回来 再重新打开这个 配置的IDLE 然后可以把它改回 这个原来的一种字体 这里我们就随便选一个 随便选一个字体 然后字号呢 也可以自己再调回 默认是10号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OK 设回去就行 这个不是这个字体 我们那个给改掉了 我们再把它重新改回来 打开配置文件中的 找那个COUR 这个应该是这个 然后把它测为OK 所以字体呢又变回来了 其他的高亮呢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配置就行了 所以这里呢 是设高亮 还有设这个 启动的时候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刚开始打开 一点击这个IDLE启动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这个命令主窗口 你也可以把它选择 打开这个编辑窗口 那保存的时候 运行的时候呢 是 也就是保存的时候 然后要不要提示 还有呢 这个初时化窗口的大小 是80个制服 高宽度80 40 我们都可以自己去改它 好 那这个配置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现在把它关掉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 关于在AIDLE的主窗口中 我们经常要执行一些命令 当我们对前面的执行的某个命令 想重复 重复使用 就不想重复输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组合键进行回滚 查找之前这个执行的 这个命令行的历史记录 那我们可以按Alt加P 就是往回找回滚 找到命令行的历史记录 如果这个不是 第一次呢 我们最后一次执行的呢 是这个DIRSYS 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个呢 就继续按Ctrl加P 再找上一条 再找上一条呢 就我们执行的是这个导入SYS 然后继续按Alt加P 就是再往上是测试 TST 再往上Alt加P 100的三次方 100的三次方 再往上呢 就是最初的命令 35乘20 如果还继续按Alt加P的话 就空了 就再循环回来 再循环从头 从那个最后一个开始 那如果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还想往前寻找的话 那就按Alt加N Alt加N呢 就是从最前面到后 一个一个的执行 也就是说我们在IDL1的主窗口命令 想要重复执行前面的命令 可以按Alt加P 或者是Alt加N 来查找我们历史 曾经这个执行过的一个命令 那出现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回车 再一次执行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 要注意一点的呢 就是在这个IDL1当中呢 就我们用的这个版本里呢 并没有清凭的选项 也就是说我们历史 曾经执行的这些命令和结果 显示的结果 没有办法清除 那如果我们不想看到的话 你可以多按一些回车 向上移动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 关于文件的打开 我们刚刚呢 是新建了一个文件 保存并且调用了 那当我们把这个刚刚 新建的这个文件 Tencent的文件呢 把它关掉了 如果我们还需要继续打开修改的话 那就可以在我们的主窗口中 点击文件下的打开 或者按快捷方式 扛球加O 注意看我们的菜单 这里这个菜单 所有的选项 所有的选项是有规则的 如果我们想用这个快捷的方式 可以配合Alt键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文件菜单下的 那就Alt加F 注意看这个菜单上呢 有这个文字 有的字母呢 带了一个下画线 就是表示它的这个注记符 那么按Alt加带下画线的那个注记符 就是打开这个相当于鼠标 在这个文件上点击一样 Alt加F 这就打开这个菜单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们想这个执行这个Open的一个命令 你可以用鼠标点击 也可以用键盘 键盘的方式呢 就是在打开了这个菜单的情况下 继续用注记符 这个也就是Alt 再加上那个带下画线的 带下画线的这个命令 比如说O就是打开 那就Alt加O 这个前面要是这个菜单打开的状态下 不是Alt先按住F再按O就打开了 就是要用打开的命令 那也可以用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呢 就是Ctrl加O Ctrl加O呢 就是这个打开的菜单命令 一样的 打开的这个路径默认呢 会找到我们安装的Penfin26的文件夹下 那我们刚刚保存的这个 我的Penfin文件 这个扩展名是PY的这个文件 就存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选中 选中以后点击打开按钮 这就打开了这个窗口 编辑文本的编辑窗口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文件呢 进行编辑修改 然后再调试 那么今天呢 关于这个IDE的 简单的介绍和使用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